-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我们的玩具开箱时间 我们今天来和大家分享一个蚊子动漫所推出的一个蘑菇头变脸玩具 侧边的话有写一个你对蘑菇头的power一无所知 power 啊 power koon 最近很恐怕 然后它里头附带的是四个表情 其实这四个表情的话 如果你到网络上 Google的话 它其实都有它的一个出处了 然后又告诉你这种怎么的一个把玩 那现在这个时代 是大家是对文字是越来越懒得打 现在甚至是直接用表情包来做通讯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画时代的一个新产品 比火星文还要再更前卫的东西 这个看上去就是一副很 对我可能看起来很欠揍 可是还是很感兴趣的东西 那我跟风就入了一个 那它是标榜说是一个 大概钥匙圈的一个大小 那里面有一张小小的一个 也算是其他相关产品的一个广告单吧 这个不是很重要 然后内容物就是这样子 一个本体还有一个底座 还有一个钥匙圈的一个绳索的部分 那当然绳索的部分我们就不特别 那我们主要专注看这个本体吧 然后还有这个底座 底座跟本体的安插这里两个洞 然后两个洞 如果你发现有三个洞 那你买到工的吧 然后呢 按上去做这个 基本上就可以很轻松的 我马上把它剪起来 然后这个变脸的一个部分呢 就是这样子 非常简单 然后就剪加起来 剪加起来 他呢刚刚有提过说明说我已经有提过好四个表情 那四个表情呢 除了现在这个表情呢 我不是很清楚 他出之于谁 其他的话呢 基本上都是有所本的 这个应该是一个韩星叫崔神国 他在这个金馆长那个电影里头 他是用他在跟一个小朋友玩试魂那个游戏 然后他就把那个小朋友那个椅子都拉开 害那个小朋友跌倒之后呢 然后他就打赢了 然后露出这种非常猥琐的微笑 那就被网友们拿来变成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表情包了 然后这个表情的话呢 他是一个美国的一个摔角选手 应该绰号叫叫黄的选手 他在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呢 露出这样一个笑容 然后也是就被网友们捕捉到了 那这个表情也是挺泛用的 这个表情我觉得是稍微有点做到有点崩 但是我知道他应该这个锁本应该是 张学友一部叫过忘掉卡门里头 他有一句台词 就是说你吃屎吧 你的那个表情其实非常的经典 但是呢 这个脸的话呢 这个完全本身这个部分 好像是真的是有点作蹦 比较可惜一点 那其他的话就是这样 回到第一个 这个表情是谁 我真的是不知道 其他三个的话 基本上网络上 你可以去Google到他的一个information 那本身的话呢 还是可以当钥匙圈来使用 但是我感觉的话就是 应该是不再会把他拿来当钥匙圈 因为他这个白色的身体的话 感觉还比较容易脏 那可能放桌上做一个小摆饰 喜多哀乐 可能看起来比较有趣吧 那今天呢 就跟各位呢 做这个蘑菇头变脸玩具的一个开箱 谢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